大家好,谢谢您点击我的视频,我今天会分享细致烤麻辣日本豆腐的做法,希望大家会喜欢。 材料有日本豆腐和川式麻辣酱。 豆腐从包装内取出。 只需要轻轻挤压就可以了。 烤盘内淋上食用油。 豆腐切块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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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调个酱汁 淋上食用油 酱汁涂抹在日本豆腐上 盖上锡纸刀好 送去炸锅烤吧 打开看看 撒上香菜就完成了 看那漂亮的日本豆腐 每一口都是嫩滑豆腐 真的很好吃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还没关注我的朋友 要关注了 不然真的怕你找不到我了 鸡蛋豆腐 在日本料理中也被称为玉子豆腐 是一种添加鸡蛋制成的豆腐 鸡蛋豆腐是蛋白质的良好来源 使其成为素食者和严格素食者的绝佳选择 此外蛋豆腐中的鸡蛋提供维生素D和胆碱等必需营养素 这对整体健康非常重要 我的频道有2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感谢观看